True的话 点了之后 他不会立刻有反应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属性设为True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里面的Item 里面Item部分的话 我们 这边也有或者你从这边去点也可以 这边也打勾 再来就是说里面的部分我是放Items里面 那总共除了12生肖之外还有 从数一直到True的12生肖 那里面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加入的方式 这边有个加入 加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里面的话 从数到珠 里面呢我会给他一个 几个部分 一个是 Able一定是True 然后呢 Sled就是有没有被选举我都是False 为什么 预设Sled只有一个是True 就是 最后这个 12生肖这个是True 然后Tesl 是这个12生肖 那Value的话是0 那其他的话呢 分别是数的部分 是Value从1 这个是2 3 一直 往下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将来 我在点这个的时候呢 会需要知道说到底点哪一个 那他可以从哪边去判断呢 可以从Value里面去做判断 那因为Value的这个 值呢 刚好跟什么一样呢 跟那个图档的 那个名称一样 比如1的话 后面加个点 JPG 就会自动 怎么样 把数的 这个图放进来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简单 所以 我Value部分呢 后面加的实际上就跟图档的名称 是一样的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做程式的话呢 也可以少写很多程式 我可以按确定之后 那再来就是 下一张 上一张 那 我想 试着先把界面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 把这些的这个 基本控制项呢 最后可以完成 那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比如说呢 取得哪一张图 放大缩小跟 下拉 还有上一张 下一张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当然这个地方 那个撰写程式 并没有 这个标准答案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很简单嘛 里面的话怎么样去做那个 取得哪一张图 我想这个部分 按数你就取第1张 按租就是取得 最后一张 我想这个应该很简单 就是1跟 12 然后再来放大缩小部分就是 把它的那个 高跟宽 各层上比如说 再加上那个 0.1 百分 10 左右 让它放大缩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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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